无知男子会看健身房砸掉承重墙 导致墙体开裂 整栋楼变成微房 李师傅你把这面墙给我砸了 我现在要把这儿装修成健身房 这样看起来就宽敞多了 那李师傅看了看说道 大哥看这墙体的结构好像是承重墙 承重墙是不能砸的 文言那金链哥愣了一下 承重墙什么是承重墙 那种墙就不能砸吗 看见大哥不懂 李师傅解释道 承重墙是主要负责承担楼层重量的一种特殊墙体 砸了会导致房屋承重 主体结构发生变化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房屋倒塌等问题 听到会导致房屋倒塌 那大哥却是不屑地说道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就砸一面墙 怎么可能导致房屋倒塌 再说了你看这四周 不都全部是墙体吗 就算是承重墙 少了一面又会怎么样 你哥这儿吓唬谁呢 我网上看他们 装修都是随便砸的 砸了之后宽敞多了 这样才方便 我开设健身房 见大哥不相信 那李师傅继续劝说道 大哥是真的 承重墙要是被砸了 有可能咱们这一栋楼开裂 到时候变成了微房 咱们可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啊 听到光修师傅默默唧唧的 那金脸哥直接暴怒 他妈的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老子花钱让你做点事情 都默默唧唧的 就算是承重墙 又怎么样 我都说了 整栋楼又不是 只有这一面承重墙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墙都必须给我砸 随即他顿了顿 接着说道 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五百块钱 你赶紧的 看到大哥又加了五百块钱 那装修师傅确实心动了 他老妈刚住院 正是用钱的时候 但想到这是沉重墙 于是说道 要我砸也不是不可以 除非你再加五百 然后写下承诺书 这是你自己强制要求我砸的 出了任何事情 不关我的事 看见装修师傅默默唧唧的 金炼哥不高兴的说道 行了行了 我现在就写承诺书 一个大男人做点事情 真是婆婆妈妈的 难怪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干着最低级的苦力 接着他就掏出纸盒笔 签订了承诺书 承诺书 我已经写好了 现在总可以砸了吧 好的好的 别忘记给我 加一千块钱 随即当时 就开始 慌慌慌的砸成重墙 然而与此同时 我正在家里看黑丝 突然楼层 猛的晃动 这可把我吓个不轻 墙上更是出现了一条裂缝 见此情形 我以为地震来了 慌忙朝外面跑去 只见楼下聚满了人 大家都纷纷在讨论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靠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家里睡午觉 突然一声巨响把我吵醒 我家客厅就出现了 一条巨大的裂痕 是啊是啊 我家也是这样的 我正在陪孩子写作业 一声巨响后 客厅也出现了裂痕 此时我才明白 原来不仅仅是我家客厅出现了裂痕 其他人也同样出现了裂痕 这时突然有个业主惊慌地说道 大家快看 我们的楼房裂开了 随着大家的目光看去 只见整栋楼出现了 一条巨大的裂痕 看着岌岌可危 整栋楼都有随时倒塌的风险 我靠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房子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痕 这我们还怎么住啊 是啊是啊 我这房子可是花了近五百万买的 这才住了两年 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办啊 我听说我们三楼 有个金链哥最近租下整个三楼装修 开设一个健身房 那里一直在搞装修 该不是他装修出了问题吗 走 大家去看看去 随即我就和众人一起来到了 三百零一门口 带头的住户敲了敲房门 很快金链哥就打开了房门 你们来敲我家房门 做什么 吃饱了撑的没事 干了对吧 带头的住户 看见金链哥这气势又看见他 带着一条智慧大金链 不难断定他就是健身房老板 于是客气地说道 大哥是这样的 今天发现自家客厅出现了裂痕 整栋楼也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痕 以及倾斜 我们怀疑和您在装修健身房有关系 所以麻烦你让我们进去一看究竟 金链哥今天忙着规划下一步的装修 现在还没有出门 听到住户们说 墙体裂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也是心中一惊 但此时它是绝不能让住户发现问题的 于是说道 看什么看 老子装修房子 你们看什么 墙体裂开 和我有什么关系 赶紧给我滚 大哥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 确定和你没有关系后 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确定一些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都说了 我家再搞装修 准备开一个健身房 里面涉及多项商业机密 是你们这般穷屌丝 能随随便便看的吗 然而就在这时 后面的一个住户 看到了里面有一面墙体被砸了 于是说道 大家往里面看 里面有一面墙体被砸了 还有钢筋呢 那应该是承重墙 听到这话 众人心头一惊 随即就闯了进去 谢谢大家